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举报》节目现场 近期在华尔街论坛以及其他的节目中 我们针对博瓜瓜在台湾昏城仪式进行了有关的报道 其中也为大家回顾了 当时中国高层政团这样的一起到现在 仍然是十分具有争议的 所谓博古开来杀人案件背后的更多始末 今天我们特别注意到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在网络流传 首先是由台湾媒体报道出来 讲的是11月23日博瓜瓜的婚礼致辞现场 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 这个博瓜瓜迎娶的是罗东博爱医院的创始人的孙女许慧宇女士 而在这一段婚礼内部画面中 除了我们看到新娘新郎 两人玩手在甜蜜蜜的音乐陪伴下旗舞 等等现场的时候 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博瓜瓜的一段致辞 那么在这一段致辞中呢 博瓜瓜是在这个中文和英文之间来回的转换 那么谈到中文的时候 她是特别讲到了父亲薄熙来 以及母亲薄谷开来 博瓜瓜当时说 说他们是忍辱负重 为人民牺牲 为大局牺牲 等等等等 在讲到有关于迎娶台湾这一位 徐女士的时候呢 博瓜瓜也是开玩笑 说呀 说来到台湾才知道这个水果是甜的 人都是更甜的 所有人呢都好温柔 说呢这几天在电视上评论我的 不管他们是评论好坏说什么 只要是台湾腔一出 我就感觉到很亲切啊 我们就看到啊 这个前前后后都是赞美台湾 而在现场来临的这一些长辈亲友呢 也是大笑开怀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啊 这似乎呢 是在台湾新竹南园的一家酒店啊 豪门婚宴 也有台湾媒体曝光 这是在新竹南园的童心楼啊 而且呢这个婚礼现场呢 看上去是以中国传统风傲 虽然新娘和新郎穿的是白色礼服 但是呢 现场又有红色的布曼 又有红色的灯笼 中国风味啊是十分的浓郁 在这一段英文致辞中啊 博华更是透露有趣的信息 他讲到的是什么呢 说呀 先天下之幽儿幽 后天下之乐儿乐 我爸爸妈妈 他用了一个词以身作则 说就如你们所知道的 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一次婚礼 但是啊 他们不能来 反而是让我觉得更加的思念 心里面充满了爱意 而不乖乖啊 话音一转 居然是开了一个玩笑 说如果我现在啊 向他们表示我的敬意 我就没有办法重新回到party了 那我们知道party在英文里面啊 一方面是党的意思 同时也是我们叫做派对的意思啊 然后博华随即说啊 说我不能够重回party 我说的呀 是舞会 不是什么 别的party 现场啊 更是 我们叫做大笑开怀啊 而博华随即在秀英文的这一段致辞中呢 还说 说啊 他的父亲和母亲有勇气 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rise above the free 英文里面叫做超越纷争 同时啊 又说他们一直在忍受捏造的罪名 这一点啊 让人觉得十分的特殊 到底如何理解博博博在现场啊 有说有笑的讲起自己父母的命运 同时呢 似乎又透露了 对于他们命运不公的 某一些侧面的暗示 今天呢 在思想先去报 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和平先生 而这几段婚礼现场的视频 我们也在节目中与大家完整分享 请大家去听一听 博博博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 谢谢李奇博士介绍的 博博博的婚礼的现场的情况 在早几天的华尔街论场 那节目中间在现场中间我跟大家讲 我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最清晰的博博博的和他的新娘的 在现场最清晰的照片啊 其实是在我的手机中间 但是呢我当时要说啊 我只能给这个我们小阳看一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现场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呢 只能是呢 私下的欣赏一下 绝对不能呢 公开在朋友圈 所以我只能成熟 成熟这个承诺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呢 把这个照片和视频呢 呈现给大家 不过在之前几天 我也收到了一些 来自于台湾朋友 美国朋友的一些现场的视频 那些现场的视频 虽然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有一些内容 确实是传达了非常强烈的这种信息 就是刚才李奇博士所介绍的 布格瓜谈到他的这个父母 古开来啊 他的母亲 薄熙来 他的父亲 在早些年啊 薄熙来的事件爆发啊 曾经事件爆发 当时的妇女网也好 当时还有这个很多人 还是阅读这个印刷媒体 都是说 可以说是高度的关注 好像中国啊 当时就正在发生一场 惊天阵地的 这样一场政治的变化 但是就是几年过去之后 人们对这个事情的热情呢 已经大不如前 是因为人们比较容易 接受一种政治的现实 知道 这个案件 确实有很多的疑问 比如说古开来的 真的是毒死了黑伍德吗 比如说 薄熙来 他真的是 贪污了很多钱吗 虽然薄熙来的案件 是所谓的公开的审判 但是 其中一些关键的细节 还是被剪掉了 而古开来的 这样一个毒死案件 在我的记忆中间 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我们根据多方的了解 古开来的身体的状况 其实一直以来是很糟糕的 他怎么去把黑伍德毒死 最后面又能够移动 这个尸体 等等等等 包括王立军的 逃往这个 美国的领事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一天后后 有没有几个力量 在进行这个操作 当时候 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报道 现在看起来 有一些报道 还是有关键性的缺失 这些关键性的缺失 未来会不会公开 未来会不会 再遭到某一些印证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对薄熙来的案件 鼓开了这个案件 疑问可以说越来越多 当年我和合作者写了一本书 就是关于这个案件的一本书 翻译成法文 波乱文 中文 英文的这本书 还被外交政策杂志 列为当年25本 要必须看的书 作为推荐给外交界 学界的政治学界 来进行这个研究 那么但是呢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很多的迷途还没有解开 那么原来我觉得 不过去 去这个 进行这一场分离 应该是 可能对政治上的事情 它是可能会要回避 因为毕竟是一个 非常温馨的 这么一个分离的一种场景 但是没有想到 它居然大胆地讲述了 它内心的某些痛苦 某一些疑惑 或者说呢 很直接地为它的父母 进行这个辩护 它就认为 在它的父母的身上 这些罪名呢 都是捏造的 都是虚告的 作为这个 谷开来和 薄熙来的家属 你当然是 可以理解 这一点 但是这个里面的一些情况 确确实实 有太多的谜团 当然它说 它的父母是不是 人肉负重 这一点 大家可以 看一看 现在 他们都已经是 应该过了七十了吧 已经是进入了古兮之年 他们对 在中国政团上 能够扮演的角色 其实这个时间 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就希望 习近平能不能呢 给予 薄熙来一个 更人道的一个对峡 比如说 让他这样 当年这样 陈其同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杨白斌 这些在政治权力斗争中间 失败的人 最终还是有一个 比较普通的生活 虽然是隐藏的生活 因为 薄熙的 薄熙的 薄熙父亲的 薄熙来的这个案件 其实更多的 还是一种政治的含义 古开来 如果说涉及到刑事案件 那薄熙来被指控的一些 贪污案件 是非常的明显的 不成立的 比如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 徐明所提供的这个 别墅的问题 他跟这个古开来的案件 还更不具有这个 真知性 更令你呢 这个 有理由减轻他的这个罪行 当然这些东西 我们也只是一个 一个 只观的这个 期待 很多的 历史事件 之所以 比小说 还更具有虚高性 就是 小说吧 往往只是一个人的族品 历史 政治 是很多人的族品 很多人的加工 很多的传说 关于薄熙来的事情 古开来的事情 我经常有时候 偶尔跟朋友们 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发现这些历史 留给大家的记忆啊 往往跟 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做了很多的分析和追证了 这个 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所以 以至于对很多的历史的疑案 很多的历史的一些解释啊 我比以前啊 都更具有一种警惕的一种 一种怀疑 或者是保持某一种警惕的 这样一种心态 对于这个薄熙来的案件 古开来的案件 更是应该如此 所以通过了这个 薄熙来的这一次勇敢的 这样一个程序 也可以让我们重新来回首 这样一个案件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对于习近平后代的权力 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薄熙来真的是想侦措 这个习近平的王位吗 从很多的这个情况显示出来 这种传说其实是并不真实的 以薄熙来当时的地位 他的影响 他的引力 他能够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能够取得一个席位 就已经非常的成功了 要挣脱习近平的这样一个 总书记的国家主席的中央军委主席的一个地位 其实是很难撼动的这种地位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种说法 其实他具有这种虚构性 谢谢大家 今天是我姥姥三周年的寄生 我们共同喜悦来 洗礼他不朽的精神 他们范家 主席是先天下之幼儿幼 后天下之乐乐 我们从小讲的也如此 家为小义 国为大义 国家为重 心怀大义 我爸妈妈以身作则 慷慨激昂 人辱符咒 为人秘为大局牺牲 我也完全倒立 Definitely就是我的大局 My parents as you know are otherwise engaged tonight Absence makes the heart fonder And my heart is full with fondness But if I start paying tribute to them I would never get back to the party The dance party I mean I'll just say that in my I'll just say that in my 36 years I've never met anyone As much of a mummy's boy as myself Not even Olivier A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news like Headline Highlight Enjoying misunderstanding He always had the courage To be persecuted The resilience To rise above the fray And to endure Fabricated crimes With grace Been together for 8 years He can't go to me Sue yang Taiwan He can't go to the fire Because I did go to the fire Okay He can't move on to the fire To beiste And to beiste You poor? How are you? 加班感禮服的裁缝 所有人都好温柔 最近这几天在电视上评论我的 不乱说什么 台湾枪一出 我就感觉很亲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